斗破苍穹中一共有12个修炼境界 越往上修炼难度就越大 高手的数量就会越少 但是通过数千年的积累 斗气大陆出现了不少精彩绝伦之辈 你知道双帝大战之前 排名前十的高手都有谁吗 本期视频就来详细解析一下 斗破苍穹中的十大高手 薛儿的父亲只能排第七位 第十名 药帝残魂 每个大型宗门或者家族都有一座护宗大阵 药族作为远古家族 自然也有一座极为恐怖的护族大阵 可以召唤出一缕药帝留下的残魂印记 硝烟五星斗圣事后与药老去参加药物大典 成功炼制出九品玄丹 可惜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生了一件震惊整片大陆的事情 魂族虚无吞颜带领四位七星斗圣攻打药族 并且还有吞灵族在吞噬药族人血肉 药族不是魂族的对手 并且整个药族都被虚无吞颜吞进肚子 任何人也无法逃脱 药丹为了能给族人换来一线生机 命令族人取出家族所有丹药组成阵法 献计召唤药帝残魂将领 药帝顾名思义就是药族曾经的斗地强者 残魂的威压确实极强 能爆发出无限接近九星斗圣的实力 但可惜这只是一缕残魂 不是虚无吞颜的对手 药帝残魂从看到虚无吞颜的第一眼 就叹息了一声 对药族的处境他深感无奈 自己只是一缕残魂又能起多大作用吗 第九名 虚无吞颜 虚无吞颜可以说是最强一伙 自从被驼射谷帝抓走之后 对世界充满了恨意 逃出谷帝洞府后加入吞灵族 吞食远古八族的斗地血脉强化自身 远古八族可不是吃醋的 虚无吞颜什么实力也敢招惹这八个族群 被八族联手给打爆 当时虚无吞颜是八星斗圣后期 古猿一掌打在他的脸上 把虚无吞颜打成重伤 后来虚无吞颜被魂族收留 修养了一千年多时间 不仅灵魂力量进化到地境 修为也突破到了九星斗圣初期 虚无吞颜的残暴是出了名的 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率领魂族四魔圣前前后后吞噬了灵族 食族和药族三个远古家族 造下了无边罪孽 最后被炎帝给吞了 也算是罪有应得 第八名 魂天帝 魂天帝算是所有斗圣巅峰强者中最能隐忍的了 有大格局 眼界也宽广 可惜魂天帝的命不好 一千年前魂族实力强 可是萧族出现了一个萧璇 整个魂族被压得抬不起头 虽然都是斗圣巅峰 可是魂天帝就是打不过萧璇 梅哲实力差距太大了 魂天帝心里恨纳 查不思犯不想的终于让他逮到机会了 在萧璇突破斗地失败的时候 魂天帝带领魂族斗圣一拥而上围攻萧璇 差点被萧璇打死 在魂族休养了八百年才恢复 魂天帝的实力在斗圣巅峰中是垫底的 因为他有八百年都是在养伤阶段 正儿八经的修炼只有二百年 可是魂天帝布局深远 远古八族 三个家族被魂天帝派人给灭了 剩下的家族除了萧族 其他家族中都有魂族的奸细 偷走了雷 炎 古三族的驼射古地狱 最后也是魂天帝最果断 一口吞下地品除单竞技斗地 比古元果断多了 第七名 古元 古元是一千年前四大巅峰强者之一 修为高深莫测 可惜性格懦弱 有毁灭魂族的机会却把握不住 古元的实力要比魂天帝略强一些 与魂天帝战斗的时候往往能烧战上风 可惜不够阴险 最多也就和魂天帝打成平手 无法将对方击伤 有很多小伙伴都有一个疑问 富人之人的人一般都是难成大气的 古元这种性格凭什么能修炼成九星斗圣巅峰呢 这个问题不好解释 或许与萧萧一样 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斗地传人 一出生就是斗尊斗圣 七点高所以能修炼到九星斗圣巅峰 第六名 竹坤 竹坤是紫妍的父亲 太虚古龙上一代龙皇 修为已经在斗圣巅峰之上 但可惜被驼射谷帝给摆了一刀 竹坤与驼射谷帝是一个时期的存在 当时驼射谷帝准备飞升 需要一头魔兽看守自己的洞府 就故意放出消息说有地品丹药和斗地传承 竹坤听说之后就藏在洞府之外 驼射谷帝飞升之后 竹坤第一时间跑去洞府 被大门上的阵法束缚 镇压在洞府之外数千年时间 竹坤是活着的斗圣巅峰中的最强者 与魂天帝战斗几乎是碾压 最后一战是与突破斗地的魂天帝战斗 被对方轻松镇压 竹坤当时对谷元说过 自己是这里的最强者 或许能拖住魂天帝 谷元从头到尾 缩在天府联盟的防护罩内 一步也不敢踏出 与竹坤比起来差远了 第五名肖玄 肖玄是肖家老祖之一 继肖家斗地之后出现的天赋最强之人 一千年前肖族的斗圣强者 并没有古族与魂族多 因为肖族的斗地血脉已经快要枯竭了 虽然肖族斗圣少 但是肖玄个人的战斗力太强 他一个人就能弥补整个肖家 高端战斗力不足的缺陷 肖玄具体有多强 从与魂族的战斗就能看出来 当时肖玄竞生斗地失败已经是弥留之计 魂天帝与魂族斗圣联手攻击也不是肖玄的对手 数名斗圣当场被击杀 魂天帝差点命丧皇权 肖玄的真正死因是体内斗气消耗太大 加上伤势严重 导致长期压制的三种异火失去平衡发生爆炸 三朵异火在体内爆炸才是肖玄陨落的真正原因 不然魂天帝当时就被击杀了 第四名 净联妖圣 净联妖圣在斗气大陆有一段传说 他所在的时代 整个斗气大陆无人敢与他争锋 因为净联妖圣极其好斗 正因斗气大陆已经无法诞生斗地 所以净联妖圣就到处寻找强者战斗 想要证明自己才是当时的天下第一 净联妖圣最终打败了当时的所有斗圣巅峰 成为斗气大陆最强者 被誉为斗地之下第一人 但是 净联妖圣忽然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开始思索人生 最终大彻大悟放下屠刀 要将自己的邪念抹去 净联妖圣跟随净联妖圣上千年 已经被这股邪念同化 无时无刻都在请求净联妖圣去寻找新的强者战斗 净联妖圣决定把净联妖圣的邪念也一并抹去 净联妖圣苦苦哀求 最后妖圣心中生起一丝不忍 就放过了净联妖火 但是他知道净联妖火会维护人间 就创造了一个妖火空间将他封印在内 这种能力一般都是接近斗地时候才能拥有 就连肖玄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三名 黄泉妖圣 黄泉妖圣就是天残土豆专门给消炎留下的开挂MPM 在他所在的时代 人们称他为最接近斗地之人 体内血液有一半都净化为斗地血液 黄泉妖圣自创黄泉三绝 分别是天阶低级黄泉尺 天阶中级黄泉掌和天阶高级黄泉天怒 这最后一招是斗气大陆最强灵魂类攻击斗技 被消炎学会 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问 要是净莲妖圣和黄泉妖圣碰上了 谁更强一些呢 答案应该是黄泉妖圣略胜一筹 这二人的称号一个是斗地之下第一人 一个是最接近斗地之人 两个人不属于一个时代没法比较 但是黄泉妖圣的血液已经转变为金色 净莲妖圣还没做到这一点 所以黄泉妖圣应该是略强一些 第二名 地品除丹 斗破仓穷中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设定 那就是高阶丹药可以幻化成生命体 原著中有一枚地品除丹 是驼射谷地飞升之前炼制 里面存放的斗气大陆最后一丝缘起 这枚地品除丹在驼射谷地飞升之后幻化成人形 实力高达半地境界 以一己之力对战竹鲲 古猿 魂天帝和虚无吞岩 一掌就把四位巅峰强者击败 双方似乎就不在同一个层次 地品除丹和虚无吞岩 还有竞联妖火都来自驼射谷地洞府 当年地品除丹用无上修为将古墓打开一丝裂缝 放走了虚无吞岩和竞联妖火 并且把一枚驼射谷地域送了出去 虚无吞岩和竞联妖火答应地品除丹 一定找人打开洞府 把地品除丹给救出来 但是没想到这驼射谷地非常阴险 驼射谷地设下规则 但凡是离开古墓的人 都会在一瞬间失去记忆 虚无吞岩跟竞联妖火出去之后 就把旧地品除丹的事给忘了 虚无吞岩在古墓恢复了记忆 然后用话丹绝把地品除丹的意识抹去 不然在场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 第一名 驼射谷地 驼射谷地是斗破苍穹中的最强者 实力应该比突破斗地时候的硝岩还强 毕竟一伙广场和一伙横骨齿都是驼射谷地创造的 仅仅是留下的法宝就能帮硝岩镇压魂天地 驼射谷地的本体是一朵异火 它的诞生与坟绝有很深的关系 当时坟绝跌落到斗气大陆的某个火山中 因为坟绝的影响 在它旁边诞生了一朵变异的异火 这朵异火开启灵智之后 就观察坟绝 然后开始修炼 顺着地底的岩浆寻找最弱的异火进行吞噬 用了一万多年时间 它吞噬了21种异火 然后去挑战虚无吞岩 之后就晋级斗地 驼射谷地是实实在在吞噬了22种异火 硝岩晋升斗地时候体内的异火大多数都是虚幻的 所以驼射谷地要比刚晋升斗地时候的硝岩强的多 其实斗魄苍穹中还有一位九星斗圣巅峰强者 与萧璇是同一时期的人 只不过他的戏份实在太少 也没有高光剧情 只是被焚炎谷谷主和魂天帝提了一嘴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请在评论区讨论交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